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五期间始终坚持的思想理念 公路人在共同的环境里和长期的实践中 创造、丰富、发展了公路文化 并形成了创一流业绩、育优秀人才 练健康身心、核心价值体系 全体员工在共同的价值观引领下 制定创优、创新、创业绩的工作方针 和各项工作走在同行同业前列的工作目标 推进了建阳、管征等工作 加快了公路事业发展的步伐 谱写出一页又一页辉煌的篇章 十一五期间连续获得2006至2007年度 2008至2009年度 全省公路养护与管理劳动竞赛 先进市公路局称号 2006至2007年度 全省公路养护与管理劳动竞赛表彰的 所有集体奖项共九个 2007至2008年度 又获得广东省第八届体育节活动先进单位 并囊括了省公路系统工会表彰的 所有集体奖项共四个 我们坚持我们创造 我们希望为中山奉献最好 中山公路人坚持以踏实的干劲 创一流业绩 创一流不仅是精神也是实干 公路局坚持以创一流业绩为局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 并彻底贯穿在各项工作中 工程建设很抓质量 确保工程优质 管养路段路网水平创优 工程管理方法创新 探索实行内部招投标机制 大大提高了工程建设的综合实力 近五年 共完成了公路建设工程量约4.87亿元 还有再建及展开前期工作的工程约43亿元 国道G105线沙郎立交桥工程 被评为中山市优良工程 公路养护重视预防 路况水平创优 十一五期间 管养的187点活21公里干线公路 65%已完成GBM工程创建 达到文明样板路标准 另接有价带养92.11公里 管养情况令业主满意 养护管理模式创新 全面推行独立核散计量支付 2009至2010年 平均养护节约率达23.5% 路正管理效能创优 路正业务网上审批实现行政提速 比法定审批期限缩短一半以上 路正执法模式创新 实行七天巡查制和长效制钞 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实现由行政管理向行政服务的转变 有效保障公路完好畅通 征收费工作服务创新 见证着公路人以人为本的精神 规范收费实际创优 为公路建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科技进步是中山公路的发展动力 技术专家组的组建带动了技术创新 信息化建设已由办公自动化 渗透到养护班组的现场生产管理 完成了局机关与各基层单位全线连绑办公 效率创优 安全管理注重加强班组安全建设 创作安全生产三字军 管理创优 公路应急管理常态化 坚持每年应急演练 是全省公路系统组织架桥演练的第一家 并代表中山交通公路系统出色完成增援茂名市重灾区 抗击洪涝灾害任务 此外在人事管理教育培训计划财户等方面都有新举措 构建了一批工作规章和制度 标准化管理目标管理日趋完善 公路服务社会能力显著提升 人在发展 路在发展 中山在发展 人才才是第一生产力 中山公路局坚持培育优秀人才 为中山公路发展提供强大的动能 一优秀人才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 公路局坚持将资源用在人的进步上是最值得的理念 使公路人对护始终保持成长状态 我们重视挡建工作 狠抓对护的思想 组织 作风 连政建设 班子执政能力的全面提升 党风 连政责任制的深入落实 无不体现了局党委坚强的政治保障力 我们重视对护建设 实施人才成长战略 开办全省公路系统首创的中专转轨大专班 组织多项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读书乐活动 培训与竞赛相结合 学习型单位日趋显现 我们重视民主建设 每年召开员工代表大会 共同审议通过行政工会年度报告 以及新修订的局内制度 通畅的道路 真诚的笑脸 印证着公路人的心情与诚挚 不断前进的步伐 迎来了城市与大众的认可和尊重 练健康身心 练健康身心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帮助学习者 鼓励探索者 奖励创新者 侧面成功者 督导后进者 公路人致力营造良好的工作 学习 生活环境 使员工身心健康 愉悦工作 党政工轻富等组织 围绕局中心工作 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 各有侧重 各放异彩 以丰富多彩的文化 促进员工工作进步 促进员工家庭和睦 增添员工幸福感 使公路事业发展 蒸蒸日上 各种体育活动 文体培训相继组织 组建小乐队 创作局歌 我们试录 每月举办生日晚会 每年举办运动会 丰富着公路人的生活 焕发公路人的身心活力 以爱健康身心 公路局坚持开展 关怀帮扶活动 建立扶贫解困 救助专项资金 关爱员工 住院必访 困难必帮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落实驻村扶贫工作 总投入扶贫资金 五百多万元 中山市及陆丰市 对口帮扶的两条贫困村 都在中山公路人的帮助下 走出脱贫新路 成绩只是起点 中山公路将通向更远 未来五年 我们以饱满的精神 吹响迎接新一轮挑战的号角 一路凯歌 共创十二五新蓝图 在下一个五年 我们将致力实现 省阳干线公路路面状况 全面升级 一条条更安全 更便捷 更舒适的公路 将续写 中山公路 更辉煌的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山公路